大宝法王 慈悲开示 大宝法王 慈悲开示 大宝法王 慈悲开示 今天是复课之后的第一堂课 在最开始 我们就先来大概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内容 之前我们主要讲了有关登论的特点 还有藏传佛教历史的简略介绍 以及阿底下尊者生平的一个略说 总的来说呢 藏传佛教呢 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红旗和后红旗 在后红旗的时候 位于阿里地区的拉拉玛以西尔 想要复兴佛法 所以呢 有意迎请印度高僧阿底下尊者入藏 将正性的佛法带入藏地 整肃当时混乱不堪的佛法氛围 虽然呢 拉拉玛以西尔在有声之言 未得所愿 但是呢 后来他的侄子 拉拉玛成吉尔 终于呢 成功地将九尔姐倾入藏地 并在他的齐寝之下呢 尊者撰写了这部流芳百世的 菩提道登论 那么上堂课呢 我们就讲到了 菩提道登论的这个总科判 它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论名之义 第二个呢 是一折离赞 第三呢 是正文 前面呢 我们讲过了论名之义 以及一折离赞的部分 也就是尽离文书势力 童子菩萨 这句呢 不仅符合了古代藏地 赞部所创立的 易经要求 同时也表达了 一折 齐寝佛菩萨的加持 能够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翻译工作 那么从范云开始呢 直到议者里赞之据 就正好是过去 噶丹派祖师 波多瓦大师 在讲解登论的时候 分为一作法来讲解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讲 第三大部分 正文 按照科判呢 正文又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理赞及著论 应允续说 还有呢 修行者三世夫的定义 还有呢 修行方法 还有著论 圆满结语 那么接下来就是 理赞及著论 应允续说 颂词是这样的 尽离三世一切佛 几笔正法与众僧 应贤弟子菩提光 劝勤 善贤 绝道登 这句话用白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 公敬 公敬 宁离三世一切诸佛 他们所说的 法和僧众 为了 响应 贤弟子菩提光的劝请 我将好好的 我将好好的点亮明灯 照亮通往菩提国位的道路 按照这个科判来说的话呢 这句 这句 祭送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李赞文 李赞文和 祝论应允续说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李赞文 也就是前半句 敬礼三世一切佛 吉比正法与众僧 这一部分 这里主要宣说的是 有关皈依 顶礼三宝的内容 说到皈依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法修行的第一步 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皈依 根据噶派的传统 一位聚德的上师 带领一名聚气弟子的时候呢 需要按照佛法的次第 慢慢的来教导他 而且呢 一切修行的开头 就是皈依三宝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的 以前呢 在康区 有一个人呢 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 领受教法 他跟上师说 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 于是呢 这个上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就在这位上师啊 打开经书 想要开始讲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上师 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 或者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 写的都是梵云 藏云 还有续分等等 这位上师呢 就实在不知道 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 直到最后呢 也完全没有找到开头在哪里 后来呢 就有人请教了波多瓦大师 这个问题 波多瓦大师说 佛法的开头 就是从皈依开始 那么在皈依之后 第二步就是要顶礼三宝 所以呢 卓洁呢 在全文的这个手句 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 我说 礼敬三宝 那为什么九后节要最先写到顶礼呢 这里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 一方面呢 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一贯的做法 另一方面呢 通过手句顶礼 可以令所要开始 或者将要去做的事情 终得圆满 不至于在进行的过程中 出现什么障碍 阻力导致呢 最后前功尽弃 或者半途而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本上在做善行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 行持佛法 讲法 著书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 比如说 每次讲这些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障碍 甚至有的时候呢 一些佛形失言呢 会严重到 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这些障碍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 福气不够而造成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 曾经的一些恶因而导致的恶果现前 所以想要避免或者说消除这些恶果 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 唯有通过累积自己的福德 增长福气来化解和消除 从而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顺利圆满地完成 那顶礼 礼赞三宝 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 这种方法呢 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 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 因过缘起的道理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顶礼的对象又是谁呢 就是三宝 通常在佛教当中呢 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呢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归一三宝 然后在礼拜和供养的三宝之后呢 才正式开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这是所有佛教宗派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 说到顶礼呢 据说阿底小尊者 他有一尊小佛塔 他平时呢都会随身 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 然后呢 每每遇到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 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 他都会拿出小佛塔 然后呢 在他面前献供祈祷 之后呢 他的心里呢 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 所以呢 直到今天呢 周杰 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步啊 有多么广大和深远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的 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 还是其他的任何佛性事业 都是那么广为人知 深入人心 历经千年 仍旧 为人传颂 为人传颂啊 这一切 都是证明了 他的所作 所愿 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 圆满实现 当然呢 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加持 同时呢 也是他不断的齐心三宝 供养三宝 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 而九五节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 是建立在全方位的 透彻的了解三宝功德的基础上 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 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 不是像我们这样啊 只是比较表面的 没有深入学习的那种 经不起太多的考验 甚至呢 还有一点情绪化的信心 九五节的信心的那种层次啊 深度和这个质量 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和效法的 那话说回来啊 九五节为什么要在首句写下对三宝的礼赞呢 刚才我们虽然讲了这个顶礼的两种必要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句礼赞 理解为尊者对我们后人发出的一种指引 或者说这就是九五节交给我们的口诀 所以说在《征论之理》的第一句 九五节就把礼赞写在最前面 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下面呢 我们就来逐字逐句的去解释一下这句礼赞文 首先呢 这里说 敬礼三世一切佛 在藏文的译本里面啊 一切佛用的词是 直接翻译过来的就是圣者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代表了 这个这里的这个圣者呢 代表了三宝当中的佛宝 那么 吉比正法于众僧中的这个正法 指的就是三宝当中的法宝 众僧就是僧宝 在如实法师的这个译本当中 就是教法以及诸僧众 也是同样是法宝和僧宝的意思 那么我们首先一切佛 也就是佛陀 我们知道这个佛陀有很多不同的名号 但是呢 在此处呢 他特别提到了圣者 这一称谓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呢 就已经成功摧毁了一切恶的因 换句话来说 佛陀和恶的魔君之间的这个大战结束了 佛陀完胜了 所以呢 称之为圣者 那圣者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根本说一切有不疲难言》里面讲到 佛陀成佛之后呢 想去瓦拉纳西路野院 出转法轮的时候 途中呢 就遇到一位名为清净的外道 他看到佛陀 诸根端正清净 颜绒 皮肤细滑 所以呢 他就请教佛陀 您的导师是何人呢 追随谁而出家的呢 领受谁的法教的呢 就他问的几个问题 佛陀答道呢 我不同意别人 我没有老师教导等等 佛陀宣讲了一段寄送 在这段这个计算 计送当中呢 佛陀用圣者来自称 这部经呢 有唐代的《易经三藏》翻译成中文 但是呢 其中并没有把圣者这一句翻译出来 但是呢 在藏文的一本当中呢 是有这么一句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特别的摘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个圣者之外呢 佛陀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号 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佛陀的 比如说 有的是赞叹佛陀 佛陀的断的功德 有的是慈悲的功德 有的是加持的功德 有的是威力的功德等等 所以呢 就佛陀享有很多不同的美誉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特别针对佛陀 断的功德 战胜摩军之一点 特别称呼 佛陀为圣者的 当然呢 同时也能体现出 他正的功德 因为这个断正二者是一体两面 然后呢 祭奏这里特别说到的是 尽离一切佛 这个一切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不只是针对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一尊佛来 立战的 而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一切 三世所有一切的佛 比如 家彻佛所代表的过去佛 释迦牟尼佛所代表的现在佛 还有弥勒佛所代表的未来佛 他们都是我们要顶礼的对象 也就是一切佛 接下来呢 颂词中说 吉比正法与众僧 里面提到了三宝当中的第二个 法宝 在法尊法师的一本里面是正法 如实法师的一本当中是教法 不管是哪一个 在颂词之理的意思 指的就是法 也就是范文当中的Dharma 前几堂课的时候 我们讲过 法可以分为两种 教法和正法 在我们这个颂词里面的这个法呢 教证两者都包含在内 Dharma这个词呢 其实在佛陀之前 在古印度就已经被人们广泛的使用 如果听过之前夏季课程 可能知道在礼句废陀里面 就出现过很多次Dharma这个词 Dharma这个的范文的词根是 第二它有保持支撑支持承受的意思 从这个词根呢 就衍生出了Dharma的含义 实践力或者稳固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法则的意思 Dharma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含义 很多西方的学者呢 就都尝试过把这个词呢 翻译成比如英文 德文 法文等等 但到现在呢 都没有一个定论 一直存在很多争议 但是呢Dharma这个词 在很早之前就传入了中国 被译作法 古词里面呢 也被译作Dharma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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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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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Dharma这个法是包含万事万物的 无论它有多大多小 无论有没有形状 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虚构虚拟的 无论是事物本身 还是事物的道理 都包含在这个法当中 唯事论中有提到 法为鬼持 鬼为鬼犯 可生误解 持为认持 不舍自相 唐代为世高僧 普光所写的 《巨舍论光记》中也提到说 是 法民有二 一 能持自信 为一切法 各守自信 如色等 性常 不改变 二 鬼生圣解 如无常等 生 人无成等解 这里的这个 鬼犯就是 法则的意思 鬼生误解的意思 就是说 每样东西 事物都有 他自己独有的样貌 形象 通过他自身的这种 形态 状态 我们可以 识别 辨认出他来 识别辨认出他来 比方说 梅花有梅花的样子 竹子有竹子的样子 他们都是有 有形物 有自己的这种 本性 所以通常呢 鬼池中的这个鬼 就是来形容这些 有形的物体 而池的意思 就是在维持 保持的意思 他把无形物也 含设在其中 表达了他可以 保持认识他 自身状态和样貌的 一种特性 所以呢 法的这个鬼池 包含了有形和无形的 万事万物 那么根据 噶丹派传承的说法 达玛里面这个维持的意思 包含了三种维持 或者说是三种旧度 从恶趣旧度出来 从轮回旧度出来 还有从小乘中旧度出来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还会对这个方面呢 进行更具体的解释 所以呢 今天有关法呢 就先介绍这些 那么 我们讲了法宝 佛宝 法宝 接下来呢 我们就 讲 顶礼三宝当中的僧宝 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僧 或者说是 僧家的概念 僧在梵文中称为三个 大乘义正当中说 僧者 外国正英 名曰僧家 此方翻译名和和 所以呢 僧家是音译 意译是和重 也就是和和的意思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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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家也称为和和重 和和僧 或者海重 大制度讨论 大制度论当中说 僧家 情严重 都比丘 一处和和 世民 僧家 在古义当中呢 僧家 还有另一个名称 叫做狮子 孔雀王 咒经 有约 僧家 两眼 狮子 通常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凡夫 凡夫的话呢 人数在四位 或者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 比丘 或者比丘 你的结合 集合 那我们称为 这个僧众 但是呢 如果是圣者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以上呢 大概就是有关 这个僧宝的一些 简单的介绍 所以说在九五节 所写的这句 礼赞文中呢 对三宝呢 进行了非常 恭敬的 顶礼 礼拜 那具体来说 什么是非常恭敬的 顶礼呢 怎样算是非常恭敬的呢 就是要 身口一三门 合一的 去顶礼 前几堂课当中呢 我们也 大概就 讲说了 顶礼啊 大家可能也都 比较了解 所谓 恭敬 顶礼 就是要 三门 合一 口中念着 李赞文 肢体上要 合掌 或者 膜拜等等 做出 这个 礼拜的 姿势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心里 心里面要 诚心诚意的 去意念 要非常认真 专注的 去想着三宝 然后呢 去进行顶礼 这样才算是 三门 合一的 顶礼 所以我们 可以想象啊 九姐在 九姐到这个 藏地的时候 已经是年过半 吧 应该差不多 是已经有 六十多岁了 但是呢 她在 礼拜的时候呢 身体依然是 站的 非常直 姿势 非常的标准 然后呢 双手 举到 举过着 这个 头顶 进行 礼拜 据说呢 因为 年事已高啊 她在礼拜的时候呢 就 小腿呢 都忍不住 这个颤抖 但是呢 她还是 坚持 顶礼 连 九姐都 九姐这样的 尊者都如此的 去顶礼 行持 所以呢 我们为了 可以累积福德 也都应该要 同样的方式和状态 去好好认真地去 做好这个 顶礼 所以说 卓姐在这个 宋词这里呢 开篇就 礼贪三宝 其实是 在开门 见神地 交给了我们 一个口诀 就是说 我们在 做任何 事情之前 都应该 先对三宝 礼拜 供养和 齐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心愿就会实现 这就是 九姐 交给我们的 一个道理 就算是 最终 这个心愿 未能达成 这样做 也是十分 正确和 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啊 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 噶丹派 著名 格西 尼乌索巴的 这个寺院里面 有一位僧人 和来自 这个 朗汤巴大师的 寺院的一位僧人 两人呢 结伴而行 在穿过 篇布果拉山口的时候 由于呢 这个地方呢 经常会出现 强盗 所以呢 两人就 盘算着啊 应该 要如何应对 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 尼乌索巴寺院的 那位僧人 就做了一些 夺马 想要 献给护法 希望呢 就自己不会遇到强盗 而这位来自这个 朗汤巴寺院的 这个僧人呢 就说到 如果遇到强盗 能对成 成就佛果 有所帮助的话呢 遇到就遇到吧 反正三宝是 辨知的 那要抢什么 就随便让他们去抢吧 所以呢 他就这样 一路上呢 一直不断的 这样 齐请着三宝 没有做任何 其他的事情 后来呢 这个嘎丹派的 一位大德 听说过啊 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说到 就是应该要这么做 要是想知道 菩提道灯论的 这个教法 是否还存在 就看看我们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先 顶礼和 齐请三宝 就知道了 这就是 检验 这个灯论 教法 存在于佛的关键 这就是检验的 小办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 学习登论 大家就应该学会 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都先礼拜 和供养三宝 就算是有的时候 可能条件不允许 我们就应该 尽可能的在心里 齐请和礼拜之后呢 再去实施 实行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 一个修行的口诀 说到这个 随时齐请啊 其实 这应该 变成一种 我们的习惯 才对 这是作为一位 佛弟子 应该 时时刻刻 都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啊 齐请三宝 齐请佛菩萨 不一定是要在这个 佛像面前 才能做的事情 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当中 甚至呢 都可以成为像口头禅一样的 一种习惯 比方说呢 我们在赶不上这个 公车的时候 啊 就可以 马上想到三宝 齐请三宝 让我们 不错过列车 或者在这个 网速太慢 网路卡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马上 齐请三宝 或者在学习 工作当中呢 遇到一点点问题 或者 麻烦的时候 也都应该立刻齐请 甚至有时候呢 突然 一个什么东西 找不到了 也可以立刻齐请 在藏地呢 有一种说法 就连嘴巴烫到了 就会马上齐请 总之呢 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细节 任何情况 不管好事坏事 大事小事 都要马上想到 去齐请 如果能把这种齐请呢 就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呢 成为一种 潜意识中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脱口而出的 一种 下意识的齐请 那就最好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三宝 佛菩萨 是时时刻刻 都在我们的身边 意识不大 他们存在的人 是我们自己 不是他们 他们是 随时随地的 可以帮助和加持我们的 而且他们 什么忙都可以帮得上忙 因为他们是有求必赢的佛菩萨 所以呢 我们千万别客气 不要觉得好像麻烦到佛菩萨 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不要忘了 他们是千变万化 千手千音 无处不在的 像那个电影 Lucy一样 而不够信任他们 不寻求帮忙的人 是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 慢慢的养成 时时刻刻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齐请 和一年三宝的这种习惯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只有我们能把这种 齐请三宝 佛菩萨 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完全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在临终的时候 不管有多害怕 多惊慌失措 或者有多痛苦 都能马上的齐请三宝 因为它已经变成 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所以呢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 可能才会比较有把握 比较坦然 要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呢 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习惯 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 有意识地去培养 时时刻刻地去练习采行 那么在这个 里赞三宝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按照这个科判 就是第二第二小部分啊 祝论 因缘序言 也叫做 历史 祝论 这个宋词里面是写到啊 应贤弟子 如实法师的这个义本当中是说 贤土 菩提供 visibility光呢 指的就是拉拉玛强授 empieza 所以这里就是说 应贤弟子强授 的这个劝 案 去 怎么样呢 故当 善贤 决 到 灯 在这里九五节下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誓言 宏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通常只有佛才会立下这样的誓言 什么誓言呢 就是要善贤绝道灯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要照亮成佛的道路 这里绝指的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我们作为一名佛弟子 要立志达到的目标 要成就的佛国 那道呢 就是成就菩提达到佛国的道路 或者途径 灯指的就是 当我们走在这个菩提道上的时候 一盏为我们指引和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 那么善贤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九五节历史在这里呢 点亮一盏非常明亮的灯 要注意啊 这不是一般的灯 是非常明亮 非常光明的灯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九五节历史要写下这一部 能够完全照亮菩提道的指南书 也就是一部把通往菩提的这一条路啊 讲解的非常完整 透彻和清楚的这样一部著作 在藏文的这个译本当中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误解 这里的重点是九五节要照亮的是菩提道 而不是要照亮菩提道上的灯 如果是照亮菩提道上的灯的话呢 那这部论典就变成了灯论的注释 而灯论本身就是根本送原文 而不是一部注释 所以呢这里的这个擅弦 绝道灯指的就是点亮能够照亮 菩提道的灯 总的来说的话呢 九节要照亮的是通往菩提的这个道路 也就是成佛的这条道路 那么要如何去照亮呢 虽然呢灯论篇幅不长 严解 易干 易干 严解易干 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光芒 却照射到了整个大寸小寸 以及三藏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修行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行者呢根据个人的这个潜力 能力不同 通常呢可以分为三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上中下 三世夫 有关这个三世夫的这个介绍呢 下节课呢我们就会细讲啊 那么在灯论里面 关于下世夫和中世夫啊都各只用了一句颂词来进行解说 仅仅仅这两句颂词就涵盖了整个小寸当中 所有三藏的内容 然后呢这个灯论基本上 灯论的这个灯论基本上后面的所有的这个颂词啊 都是为了照亮大乘之路而点亮的这个明灯 所以呢这个灯论可以说是一部完整涵盖 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总设 一把三藏的钥匙 虽然呢文字上看起来呢 非常的这个精简浓缩 但是呢内容却是非常的庞大 可以说是精辟的语言 所以呢可以说这个精辟的语言当中呢 就包含了就是海浪海量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从修行次第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在讲到这个资量道的时候 他点亮了文思智慧的明灯 在讲到这个嘉行道的道的时候呢 他点亮了禅修智慧的明灯 在剑道的部分呢 又通过点亮宪政的明灯来照亮剑道之徒 就这样啊 登论成为了一部涵盖 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一种总设 所以呢我们不难看出啊 九五级立下了这么一个宏大的誓言 它是照亮通往菩提的这个道路 这不是佛的誓言吗 这好像是佛能做到 那这么大的这个誓言 九五级有这个条件 或者有这个资格来做到吗 或者说是他有这个能力吗 那九五级他当然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他自己是一名政务成就者 此外呢我们之前也讲到过 他具备了撰写论点的三大条件 这三个条件里面的一个条件 都不是一般人都能轻易做到的 所以呢就求解释 当然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来立下这样的一个宏愿 而且事实也证明他做到了 不仅如此呢 九五级本人也具备了很多其他伟大的功德 之后有机会的话 在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再一一细讲 那话说回来啊 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九五级下定决心立誓 来点亮智展明灯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贤土菩提光的劝情 在贤弟子 抢救委的这个敦促之下呢 九级就写下了这部著作 那为什么九级称 抢救委为弟子呢 而且是贤弟子 因为抢救委在九级这里得到了法的恩责 所以称为弟子 而且他是一位非常聚气的弟子 所以称为贤或者善 聚气的弟子呢 就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合格的 有资质 资质 有能力 潜力 而且符合条件 值得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弟子 过去 资格单派大师有两种说法来解释贤弟子 一种是说那些能够通过一教奉行 而让上师欢喜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另一种说法呢 是把那些所有人都很尊敬 人们交手称赞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关于这个聚气的弟子呢 有一个故事 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九级生平的时候 讲到过啊 九级曾经在三一四住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呢 掌管三一四的人是菩提扎者 所以呢 这段时期呢 九级一行人的这个时速等问题呢 都是由他来安排和提供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想九级这么崇敬往昔的这个赞卜 而我又是 而自己呢 又是他们的后代 而出于这个虚荣心呢 他就希望能够从这个九级那里呢 听到一些赞美之词 于是呢 他就来到九级面前 问他说 嗯 为什么我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就算是在盘坐 也会马上站起来向我回礼呢 而且据说强求人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却没有站起来回礼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菩提扎者这么问 估计是就希望听到一些回答 让九级说出 他比抢救人更胜一筹之类的这种赞美之业 那么九级听到 他这么一问 就回答道啊 您是藏地的国王 如果不回礼 在别人眼里呢 就会像 我是不懂礼数的样子 九级 所以这个菩提扎者听后呢 就是又问道啊 那强求人也是赞美的后代啊 他在礼拜的时候 您却没有站起来 九级姐说 强求人是我的弟子 那菩提扎者就马上追问道 我也不是你 我不也是您的弟子吗 九级姐听到之后呢 就刚开始就并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小会儿呢 只是说了几句 是是是是 惭愧惭愧之类的话 就敷衍了过去 也并没有具体说什么 后来呢 这个噶丹派的大德们呢 是这样来解释的 对求人姐来说的话呢 成就可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弟子 所以呢 九级姐呢 就完全不需要看她的面子 看她的脸色 可以非常自在 舒服 想做什么都可以 而对于菩提扎者呢 九级姐就会觉得比较 身份 无法感到完全的放松 总是心有这种忌惮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一名弟子 不能让人 有害怕的感觉 让人总想着跟她保持距离啊 给人一种 提心吊胆 或者说是担惊 担惊说话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不能让上师觉得 觉得 叠耀这个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相处 这样的话呢 那上师就没有办法跟她建立起真正的师徒关系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深意的 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心里仔细想一想 体会一下 可能就会慢慢会明白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上师对弟子一直都怀着一种 不能完全放松 总是有所忌惮 有所顾虑的这种心情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一种 能够成就解脱的师徒关系 比方说呢 马尔巴对米勒人巴就完全没有 顾忌 心里不需要有任何的忌惮 任何顾忌 他想要怎么对待米勒人巴都可以 而且呢 米勒人巴也是全然的接受 理性感性上 都 欣然接受 那么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师徒二人的就建立起来的 真正能够起到作用 真正能够实现 解脱的这样一种师徒关系 这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面对自己上师的时候 尤其是想要建立真正师徒关系 关系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揣摩 体会和用心观察 话说回来啊 我们接着说这句九五级所写的这个 著论英文序说 由于登论是在强求我的劝情之下 而撰写的 再加上呢 当时呢 藏族人本来就对这个抢救我信任有加 所以这样以来呢 所有的藏族人 更对这个登论深信不疑 而且非常恭敬的对 去对待和学习 由此呢 我们也能看得出 在这个领受教法的时候 要看这个奇情者是谁 也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 好吧 就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慈悲至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南投峰会 成征义工 恰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 南投县草屯镇 振兴街70号 从前 有一位国王为了体察民情 经常出宫学室 他来到城中 放眼望去 见识富丽堂皇的房舍 和热闹繁荣的市集 国王心想 我的国家真富有 百姓生活美满 未知充裕 于是 他想进一步了解 国内有多少富人 这些富人又有多少财产 一天 国王探访一位 号称全国最富有的长者 好奇地问 请问长者有多少财产 内外的财产 共有四千亿 我拥有整个国家 财产也只有四千亿 为什么您能独自拥有四千亿呢 而且内外又是什么意思 国王陛下 我外在的财产有一千亿 能拥有这些财产 首先要感恩您 因为在您的国土上 我能随心所欲的费路貌 再来我要感恩所有帮我赚大钱的人 不论是原料工艺商 还是产品制造者 或是销售的人 以及我自己的奴服眷属 为我尽心尽力地努力付出 因此这些友情的财产 这来自于这些点 合计大约有一千亿 那另外的三千亿呢 另外的三千亿 是指我内心所拥有的财富 因为我心中有佛 佛头的张言以及慈悲 智慧 增幅了我的心 我口中有法 经常说好话 还有我天天身行好事 所以我把这些内在修行价值 估价为三千亿 加上外在的财富一千亿 我的人生内外财产 共有四千亿 国王听了 连声赞叹 心中有佛 口中有法 申请考试 原来这三千亿 就是我们用不完的 分付资产 学佛多一点 现今的父母稍不注重管教孩子 他们就会成立在物质的享受中 不懂得金钱该如何运用 常常不但不知足 甚至贪得无业 因此长大后 制造了不少的社会问题 爸爸妈妈因已故事中 什么才是人们真正需求的财富 来教导孩子 不要让孩子只注重欲望的贪求 忽略了累积心灵营养的重要 佛教所说的福田 是指敬田 恩田 悲田 三田合一 凡是对佛法生实时心生尊敬 就是敬田 心中永存对生生世世父母的感恩心 教主恩田 为受苦的生命救助 与付出心力 则是重悲田 如果我们对这三件事 都能慈悲地做到 福报怎么会不来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感恩帮宇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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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AN GRANU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mpanies 除了佛法外 你还在寻找其他东西 这就是带着混杂的虔诚 这对金刚圣行者来说 会是一种困扰 特别是当你在修辞 丧失于切的法门时 行者会是一种困扰 应该从世俗的渴望中脱离出来 众得依戒助 如地长一切 戒是一切的基础 我们修辞止观禅修时 戒律可以帮我们设辞生口意 帮助我们不昏沉散乱 如果连最粗浅的戒都没有 无法进入更深的禅修 闻私修佛法时 我们要专一底修 也要有戒律 有戒 则能帮助闻私修 所以说戒是一切的基础 您到下来 在喝的生态 我们不客气 我们不客气 现实世界、梦想不一定会实现、会成功 世界与环境不是某个人在控制 而是很多的力量与因素 要在当下混乱环境找到幸福 是每个人都要努力的 不能因为谁有一点脏就抛弃不用 这是浪费 要在不完美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寻找梦想不会与外在环境冲突的角度 也是个办法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感觉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的 collaborative力 做梦想不会与有优惠的人 在那边没有人逐渐 我们的办法 我感觉是十分的 放着众生,这是很重要的。 法王说,对众生的关爱,像珍宝一样放在心里,一切烦恼的对峙法才会发生作用。 因为我知道,我心中有慈爱的珍宝,所以我真诚想改变自己来利他。 事实上,慈悲心,菩提心,是他给予我们,不是我们给予他的。 只有当我们变成他时,才能真实地感受到他的苦。 而这个时候,他的痛苦与呐喊,就会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口中喊出,这就是一种咒音。 当你是他的时候,他的痛苦,他的病痛,甚至他的希望, 就会变成一种声音,不断地提醒你,从你的内心不断升级。 众生经历了毫无修歇的疲厌生死,与心理迷惑。 一切时钟,一切时钟,都是躊躇不定。 佛法中,有简易的禅修技巧,可使心宁静,使心灵感到清明。 而其目的,乃在进化我们的习气与心灵,令得注意一切众生。 此禅修的重点,既在于自立立他。 如果你想注意众生,你必定将会同样地利益到你自己。 佛法中,是由于宏敬与心灵。 要让菩提心稳固 想要透过磁咒的方式 或磁颂一个咒语 最主要的所谓的咒 它是指一种声音 是什么声音呢 首先是 我们要真正体会众生情况 感受众生苦痛是什么 譬如一个人想快乐 想离开痛苦 但他快乐得不到 心中是那么的苦 这里最主要的修辞重点是 我就是他 贪心重的人 竟有不断提醒自己 贪心渐渐变小 这就是修行 称心重的人 竟有不断提醒自己 称心渐渐变小 这就是修行 向内修辞 转变自行才是佛法 工作 日常生活 都可以修行 我越来越来越忙 从事客送的时间 越来越少 但我随时观察自己的心 和生与行为 是否利益他人 这是我不共的修辞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连你和观音菩萨 心的关联是什么 都搞不清楚 不知道慈心 而去修观音 就只知道 他是个四肢手的人 但连怎么和他握手都不知道 那就像在虚空中 忽然蹦出一位本尊 很难落实在生活中 所以慈心、悲心和空性的基础 是最重要的 观音慈悲精神 它代表清静、慈爱、自由、平等 谁有这个慈悲心 谁就能成为观音菩萨 包括山河大地 观音法门超越宗教 与民主分别 有了纯粹的慈悲心 我们都能成为一家人 包括度母 有了无私的慈悲心 大全世界就能和平 请大家修持慈悲心 为世界 为所有生灵 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的背景是扁平的 能够悲覆痛苦 却无法承担快乐 一些人没有出家前 在世间受困苦麻烦 了解了些表面的离苦得乐后 开始求法心强 出了家 住在寺院 吃穿睡都不再操心 物质上有改进 就无法承担快乐 不如法心思就越来越多 最后造了剁恶趣的业 摧损了解脱之果 因果不可思议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静的齐寝必须要完全放弃自立之心 齐寝自己三世所造的一切善业 回向给一切如母有群众 这就是清静的齐寝 假如不是这样 我们齐寝的再多也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的心 如果你再不赶快把它叫回来 它会变得越来越顽强 越来越顽劣 就不听你的话了 你的心就不再听你的 不再听自己的约束 这是很奇怪的 却是真的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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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